我始終願意相信危險心靈 願意陪你走過曾經 是你太陌信 是你變了心 打擾愛情 其實在這張專輯裡面呢 我是扮演一個守護者的天使的角色 然後看著這個雲雲眾生發生的愛情故事 所以在這張專輯裡面 我們用十首歌來詮釋不同的愛情故事 還有愛情的狀態來完成這張專輯 所以在這個企劃或整個專輯的定位的時候 你就將自己放在一個觀察者 守護者愛情天使這樣子的方式 要跟他見面 人際關係變得比以前更加複雜 包含像什麼 社群的網站 就是會讓我們在愛情裡面 會覺得更加的不確定 然後有一些猜忌 或者是說你擔心他跟這麼多人接觸 會不會是有些不安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是庸人自擾 因為愛情是兩個人最直接的關係 本質上就是兩個人 你去在乎那些外在的影響干擾的因素 其實都不必 那些都是打擾愛情 所以不要打擾愛情 不要打擾愛情 其實這張專輯呢 我是做了很大的改變 就是特別謝謝我們總子音樂的田老闆 在這張專輯在製作期 他特別找我去開會 他說我們新專輯能不能就是說 擺脫過去的束縛 盡量的突破創新 你知道我入行這麼多年 我從來沒有聽過有老闆跟我講這樣類似的話 就是盡量去突破 盡量往前走 不用去擔心說以前的市場 以前的包袱 不要再寫芭樂這樣子 所以這張專輯我做了很大膽的嘗試 包含我把一些 舞曲的節奏放到抒情歌裡來 但是舞曲的節奏可能就是被我把速度放慢了之後 變成抒情歌 那也不是舞曲 然後在抒情歌裡面加入節奏 是一種新的音樂的風格 希望大家到時候會寫 這個MV呢我們採取的 我們選的主題是這個男男練 然後我們特別找了兩個非常好的演員來參加 然後他們也因為這個劇 他們也因為跟我合作之後 然後演了戲也入圍 沒有啦 剛剛說他們入圍之前 我找他們來參與我的這個演出 那其實男男練這個東西 我們其實只是想借助這樣子的一個題材來呈現 比如說在愛情它是比較不容易受到認同的 在愛情裡面它是比較多阻礙的 然後呢希望大家可以不要管別人的眼光 因為我們常常會用自己的眼光去衡量這個世界 也很別人也同樣衡量我們 所以是希望大家勇敢做自己 You should try OK 謝謝 老師好主持人 你好 花椰菜送你 等一下 不要不要 今天我記者會 發明記者會 你怎麼送我菜花呢 吃花椰菜 現在在菜市場很貴的 一顆要100塊 這樣子嗎 要吃花椰菜 所以你真的沒有拿售花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花椰菜其實有花開富貴的意思 還有幸福酒酒 喔 所以老師用資料櫃花椰菜 謝謝 哇真的很棒 而且玩了之後還可以回去大家把它分了 煮菜來吃 又環保 重點現在不便宜 剛才演員講 光這個價值就在心裡面非常重量有分量 當然不單單只有花椰菜 花開富貴之外 當然也希望財源廣盡 財源廣盡 還有第二個禮物是不是 送給老師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 因為老師本來就是任何地方的金雞母 創作 然後寫歌製作 到哪裡都可以 所以這個金雞母也是要送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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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